好 接下来同样也是跟交通有关的消息 为了提升学生对于交通安全的认知 教育局这几年来都不断的鼓励学校提升交通安全教育 希望强化未来主人翁安全的用入行为 其中桃园市武汉国中这次荣获交通部109年度金安奖殊荣 这个奖也肯定了桃园市的学校在推动交通安全教育上用心以及付出 这一次武汉国中荣获109年交通安全教育特优金安奖 也是全桃园唯一拿下金安奖的学校 他们以四项亮点特色来营造五中创新的同学风貌 受到评审的青睐 我们学校老师同仁得到交通部年度的金安奖 这个奖项不容易 它必须有几个原则 在全国的学校里面脱营而出 第一个就是它的教材教法 那武汉国中对交通安全教育的教材教法 它也比较创新 它利用最新的数位科技 还有及时回馈系统 让孩子能够融入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 同时它是透过英语科 叫做孩子标志标线 还有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个是一个创新 那第二个他们的教具是有各种各种交通教育的环境的布置 以这两个样子得到交通部的这个青睐 可以说是非常难难可贵 为了内化学生交通安全观念 武汉国中特别规划符合交通安全核心能力的教学课程 同时也鼓励老师将交案议题融入到教学领域 像是交通安全议题融入到英语课程 而这个课程导入IRS即时反馈系统数位化教学 教导学生认识交通标志的意义 并能以标志进行情境招聚 还以分足抢达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性确 就是有些单字就是有些算 其实跟蛮简单 就是像其他两个单字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新的单字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 我们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子 就是希望说把英文跟他们生活所学 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因为交通安全对学生来讲话特别的重要 对然后再来就是用小组合作的 分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对然后搭配一些指标 因为指标上他比较容易了解的 可是中文虽然知道那英文不知道怎么说 对那既有这样中英文的互相节 可以加深他们对英文学习的印象 以及对交通安全的提醒他们这样子 在武汉国中里头 学校也将交通安全教育融入情境空间 以校内环境定型规划交通标志标线 进行实境教学 尤其是现在陶宇市U-Bike站点变多 学校也规划相关课程 并规划自行车考照 请同学拿到驾照再上路 维护学生自行车骑乘的安全 基本上我们在学校推行 交通安全的相关的课程和环境改善的时候 先会去了解孩子的交通状况 因为孩子是家长接送 有的是步行 有的是骑脚踏车 所以学校必须征对不同的交通方式来做一些规划 首先在外部环境的部分 我们会跟我们当地的村里长 名义代表争取一些交通设施 让周边的安全性能够提高 比如说我们在道路的部分会设置一个交通运进区 在校门口红绿灯的部分也会设置一个禁止回转的标志 甚至于在校门口两侧也会有一个家长接送安全区的部分 进了校园之后我们会进行人车分道的一个管理 避免孩子跟我们上下班的老师会有教会的部分出现 降低这个危险性 那在学校课程的部分呢 我们会设计一些议题融入各领域的课程 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接收到交通安全的一些讯息 然后在环境布置的部分呢 校内有很多交通安全的教室 以及一些号制装饰 让孩子随时随地都可以提醒自己要注意交通安全的部分 武汉国中更善用学生制制会的力量 由学生制制式团队主导拍摄通学宣导影片 参与拍摄的同学就说 他们拍摄的宣导影片内容 包含了平常从家里走到学校的路上 要注意的交通状况 例如等红灯的时候要退后三步 避免被转弯的车子撞到 也因为参与影片的拍摄 让他更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就学校也很关心学生们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拍这个影片来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 还有告诉同学们一些就是 像什么交通宁静区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当初拍摄这个影片的目的呢 是希望让各位可以知道说呢 我们五中不只是关心孩童的课业 也会注重我们孩子上下学通勤时的一个交通安全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五中有一大部分的学生都是 踩骑脚踏车上学的部分 尤其这边乡农狭载车流量又很大 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整个孩子的通学呢 可以更加的安全 也让他们认识一些交通的知识 教局说师傅每年都会办理交通安全教育访式辅导 请交通专家学者入校协助改善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环境 并请学校邀请村里长派出所主管 校内家长会委员 职工团团长 一锦安清班代表等地方人士 来结合社区资源 共同检视与维护社区通学环境 一起保护学址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而这一次武汉国中荣获交通安全教育金安奖 是对市府团队以及学校的鼓励 也肯定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执行以及付出 借此扎根学生交通安全的观念